各位,其实我有个软弱 就是我生来就是一个急性子的人 有时也因为自己太着急了 脾气也不耐烦 也带给自己和旁边的人困扰 但是一路走来 上帝一直用祂的话提醒我 圣灵也慢慢叫我靠主放松点 管理我的着急和脾气 其中叫我比较受感动的经文 就是像真言书16章32节说 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 制伏己心的强如取成 真言书14章30节 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 真言29、11节 愚妄人怒气全发 智慧人忍气寒怒 诗篇37章第8节 当止住怒气、离气愤怒 不要心怀不平 以致作恶 以福所书第4章26节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的确在我们的周遭 常有很多叫我们不能冷静的情景 比如人的一句话 也许会刺激到我们 或是当我们的情绪作祟时 心情不好时 我们很容易被触动到 再就是当外在的局势紧张起来时 像是老板突然施加压力 或是一些意想不到的危机出现时 我们便会急起来 脾气也跟着会紧张起来等等 但是尽管如此 我们仍要保守自己的心 不要着急 不要动怒 那要冷静、温和 那为何我们应该保守冷静的心呢? 像刚才的经文所说的 当一个人不放纵脾气时 那就是制服自己的肉体的 人都是想随心所欲 想发泄就发泄的 但甚至 当我们很想发泄脾气 却靠圣灵止住了 那我们便是我们肉身和情绪的主人 而不是被我们的脾气 或心中的欲望所挟制了 在神眼中 一个能够及时冷静的人 是胜于一个攻下城市的勇士的 并且当心中能安静时 对我们的肉身绝对会好的 圣经的话真是没错 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 相反的 当一个人时常动怒时 他的身体自然会受影响 心跳加快 呼吸急促 血压升高 也许甚至睡眠也会受影响 但另一方面 一个温柔的人会带给他的肉身 生命喜乐和力量的 另外 保持冷静才不会被魔鬼欺骗 才不会失去恩典 下面才不用收拾 没有必要的烂摊子 刚才的经文提醒我们 当我们放纵我们的怒气不管时 便会给魔鬼留余地 而下面甚至会作恶 我也常发现 当我任凭我的血气摆布我 而没有寻求一颗冷静 被圣灵充满的心时 下面我就会说出或做出 一些我会后悔的事 但若我们能冷静的话 便会避免后悔的事 如和人发生争议时 人人难免都会先从自己的角度设想 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把错都归咎于对方 因此所说出口的话也许会很伤人 或是造成误会越来越严重 但是冷静后所说的话 却能叫人听得比较合一 也不会让魔鬼有机可乘 各位 当我们受到撒旦一波又一波的暗示时 要封锁那暗示的流通 就是先要冷静 不要一直应酬邪灵的声音 免得我们下面得罪主 或是说出做出我们自己所会后悔的事 最后我们要冷静才能听见圣灵的微声 我们被情绪冲昏了头 蒙蔽了心灵时 圣灵就算不断地感动我们 我们也体会不到 我们让自己的情绪血气大声时 圣灵的声音在我们里面就小声起来了 但是我们若冷静下来 愿意寻求圣灵时 我们听祂的声音会更清晰 祂的声音也必能安抚我们 那我们要怎么冷静呢 其实人的冷静和圣灵的感动 是相互关联的 像我刚刚说的 一个人冷静了 便能更清楚地听见圣灵的声音 但是一个人也只有听到了圣灵的声音 才能冷静的 心中安静冷静的意思 就是不被肉体血气充满 乃被圣灵充满 而圣灵是用什么来给我们感动的呢 就是用神的道了 我们一起来看 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 我亲爱的弟兄们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 所以你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于的邪恶 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 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这里神给我们的方法 就是要我们存温柔的心领受神的道 才能除去邪恶和怒气 神的道告诉我们该冷静的理由 像我们以上所分享的 并且神的道是超越我们的情绪和血气的 因我们的情绪容易波动 但神的道不会改变 我们的情绪很多时候给魔鬼机会 但神的真理能催灭魔鬼的谎言和作为 所以弟兄姐妹 也许你天天的生活中也有时常叫你急躁 或是很难温柔冷静的事物 但记住 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 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 愿神祝福你的心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